娱乐频道综合报道,南韩女团TWICE的经纪公司老板朴振英,过去坚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今天却经报和邪教有私交,被拍到引用圣经宣扬该教派教义,而该宗教团体盛传是四年前,十月号沉传献计阴谋论的主事者朴振英的妻子恰巧是十月号所属青海镇海运前会长于炳燕的侄女。 虽然他曾否认和该教派有牵连,但近日遭dispatch直击,和陪帅陪勇俊现身传教场所,不仅现场荧幕画面显示该教派的教义,还有传教录音档曝光。 报道一出,chip娱乐的股票瞬间跌停,随后朴振英也发出声明,怒批南韩媒体未经确认就写出报道,造成公司的庞大损失,都将要求负担相关法律责任。 朴振英被指和邪教过同甚密。 翻射自朴振英IG,朴振英发文怒批不实报道。 翻射自朴振英IG,chip娱乐受朴振英新闻影响,股票瞬间跌停。 翻射自朴振英IG。 翻射自朴振英